学习快乐,快乐学习,我是王老师,快乐学习 今天我给大家讲几个ECR快捷键 第一个是Counter加S,可以实现快速保存 第一次它会让你输入保存的名字,第二次就可以实现自动保存 CounterC,CounterV是咱经常用的,可以实现复制粘贴 Counter加滚轮可以实现对屏幕的放大缩小 Counter加G可以实现调出定位条件,后面咱会讲定位条件 F4键是重复上一次操作 Counter加分号可以实现快速录入当前日期 ALT加回车可以实现本单元格内换行 ALT加回车,实现本单元格内换行 Counter加Z回退操作,错误时可以返回到上一步 好的,请同学们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,咱们下期再见